城市山水一上一下的这种对应关系 正是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 或者生活在山水当中的人 互相的一种对望的这种关系 也是我们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 这种对望的一种关系 由于这次是第一次给上下拍摄 那这次的构图很不同于以往的构图 首先群尔是我的朋友 那上下的这个名称是一上一下 那所以呢就是有一阴一阳的这种 一正一反的这样一个对比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设计的画面也都是这种呼应的对应的 就是我们这次拍摄呢 不同于我以往的就是拍摄明星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群尔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朋友 我自己本身也会被拍摄 然后他们在这样一个特别urban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楼 然后每个人呢都是做出这种在城市当中 修行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样子 可能是一个入室的修行者 一个在城市当中 一个穿着上下衣服的一个城市人 然后这边可能是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局部 或者是说他本身这个人在自然中的一种存在 然后有一种对话的感觉 既是他跟自己的对话 然后也是他跟环境的对话 也是他自己内心的世界和外在世界的一种对话 那我通过这个摄影去拍摄 把他们的每一刻记录下来 在镜物当中会有构图的一些呼应 不管它是人还是一动一镜 都会体现一种人与物件 人与物品 人与外在世界的这种呼应的对话的这种关系 所以呢就是在拍摄当中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创意呢 都是现场临时发挥出来的 前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 当时我会看到他们的产品 就是根据每一个产品的 它的性格跟特性 然后有一个临时的一个 一个捕捉到它的一个气质 这样一个感觉 有点像我拍人吧 因为其实我以前很少拍产品的照片 很少 就是因为是上下 然后它的每一样器物都是手工 然后凝聚了这个匠人 或者是工艺大师的这样的心血在里面 所以它本身的这个物品也是有一种生命感 所以就是我拍摄当中也会把它当一个人去拍 把它当做一个有灵魂的这种感觉去拍 所以它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反应会在对面的这个画面 也有一个相对应的呼应 那也许呢在一个画面里也会有一个对应的呼应 比如说我们拍那个他的时候 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他的主人啊 或者他主人的朋友的这样一个模特 然后一个红色这样过去 然后这种一动一静的这种感觉 就有点像这种冬天里的一个非常轻盈的汁 然后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小鸟飞走了 就这种感觉 其实我很早就有作品就是拍摄 比如说像我的背影系列 然后就会有这种拍摄人的这种背影的这种场面 然后我非常高兴的是这次终于用到 用到了商业拍摄上 然后因为我老想把这种艺术的这种表达 然后用在一个恰当的商业品牌上 那这次会有一些就是纯背影的拍摄 可能看不清模特的脸啊 只是一个脖子 比如说我设计的这个呼应的这个一个 上下的一个白色的瓶子的气形 然后这边是一个模特的一个脖子的背影 那这种中国瓷器的这种线条美 和这种本身这个模特的这个线条美结合在一起 然后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人与物品的关系 然后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想就是一种传统和创新之间的一种平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